我觉得 你声有点小啊 哥们 喂喂喂 听得见吗 声太小了 稍等稍等 马上 马上再过三五年 一零后成年了 喂 好了好了 你说 好了好了好了 首先我想问一下 我们直播间宣扬的是 比较正能量的事情 是吧 我觉得是 我觉得也是 但是在正能量的背后 评论区 我觉得我也可以表达自己的观点 在评论区 那不是每个人都能上麦的 对啊 你可以表达 对啊 然后我就发表了一些自己的看法 评论区好像觉得我讲的事情不够客观 就转人生东西了 说不爱看滚 怎么样怎么样 你发表了啥建议呢 我听听 刚刚我进直播间的时候 是你在讲到 呃 战狼 流浪地球 嗯 然后讲 讲那个电影 对 就是说 国外能看什么 不能看什么 这个尺度呢 跟我们是不一样的 是吧 这个我也理解 本来现实就是这样的 是吧 然后呢 然后我就觉得其实国内电影嘛 限制各种限制是没毛病 不是 可是现在国内电影的水平又如何呢 我觉得大部分都已经变成商业商业品了 没有什么真正有深度有思想的电影 嗯 都都赚钱的呗 嗯 你要说没有什么还是根本没有 肯定没有什么啊 我觉得发展很差 我知道可能有 但是 感谢逆风 他灵萧跑车 我这么问你啊 咱俩就就就就着你这个话题说 好的 你给我说三个 去年美国拍的好莱坞 正经好电影 奥巴海默 巴比 嗯 我都在电影院看的呀 别中的 也好看 接着 接着说 沙丘 嗯 能不能说三个国内去年拍的大片 别别管 别管那个片立场 就是拍的叫大片 可以可以 可以的 再说三个国内的 呃 飞子人生 嗯 我这么我这么跟你说吧 其实我的目的 我的终极目的是什么 你能说出来的国内的片 一定是比国外的多 呃 我比较爱看电影 我经常去院线 嗯 但是 去年吧 就是 漫威确实也不怎么样 我我如果去电影院 我喜欢看商业片 但是国内的商业片真不咋地 不不一样 我这么告诉你吧 就是 在美国能不能看着中国片也能看着 中文电影 是 有些电影也能看 看的绝对都是 都是属于你认为的 至少的是大片的 像什么飞驰人生这种级别的 小的他不上 嗯 会有一种什么感觉 我跟你讲 就因为你所在地不一样吗 你在美国 美国本地是可以看很多美国特别无聊的片的 嗯 比如说有一回我跟英嫂去汽车影院 我俩个车里面调那个广播电台调到那个台 然后看大家一骑个车 斜坡就停着朝上 完了看那个大屏幕上那个 那个片无聊到什么程度 卖票的时候嘎嘎火 无聊的就是一个女的 搁那驾驶 他抱他孩子 什么有个有个怪兽沾那个飞机上了 那女的一路被追 一路被一路被欺负 凌虐 甚至那个什么 甚至飞行员 俩大老爷们都为他死了 最后这女的一击眼 居然一个炮子给这给这怪兽打死了 我知道哥你说的这个电影 当然有没有烂片 娱乐性质烂片也有 都有 我就说好片有多少了 那你就是讨论根本数据了 哥们那咱就讨论根本数据 你当你说国内很多片不好的时候 是因为你看着大部分 就像我在美国看着那种 特别傻缺的电影一样 对好电影我说国内有 结果国内的好电影 现在都不能不能上架 我能说那个片名吗 被禁的片 孤注 国内都看不了 然后刚刚评论区还说 你知道他不能看的原因是什么吗 什么 有攻略性质 不是 我们自己拍的片 我们自己拍的片 不能看 被禁了 在国外大奖的 我告诉你 有很多电影 有很多电影在 不是 有很多电影在我们家 是你会 你会把这东西发出以后 会造成很多人去模仿 甚至相信 甚至造成更多人知道 比如说 我知道 国民数字问题 我知道 我们目前的阶段发展 思想不能让大家太自由 既然你知道 那不让他上有什么问题 是没有问题 可是 可是你现在在这个评论区 我听到这个电影的事情 我就觉得 你们好像在说的就是 美国打开这个限制 好像就是文化入侵 作为一个他们非常重要的武器 电影来我们这就是攻略的 那你们关注思想了吗 就在那里讲票房 票房有多高 你说的是个层面 哥们 你说的是一个层面 它是确实存在的 你说我们单纯从电影角度去看的话 它有没有值得看的 有的 但是有没有它存在文化输出 包括 当然有 这也有 所以说 他们讨论的是那个层面 你讨论的是这个层面 你在一个频道上吗 我在不在一个频道上 这个 我能听得见评论区很多种声音 我知道他们从哪个角度出发 可是别人理解我的声音 你上来就跟我 你这个评论区 你上来跟我聊 你别聊评论区 评论区不是我打的字 你现在相当于说 我是班主任 你带这些学生说啥说啥 咱们把这问题聊清楚 不就好了吗 对吧 那我理解 没问题 那我可以无视评论区的话 对 你先跟我说 好 那这个电影就聊到这吧 我就觉得 你刚刚讲的这个话 我觉得也挺有道理 你电影 你要得出一个结论 就是在我们没有这个意识的时候 实际上评论区 不可能所有人 谁也别睡牛逼 说从小的时候 我就发现他夹带死破 我发现他搞文化输出 我发现他怎么着 从小看的时候 其实我们都没有概念 但是他会给你养成一种潜意默化 比如说说 你去过美国 没去过 有年义务教育 我们经常都说 黄金频道放 放那个米奇妙妙屋 怎么小熊维尼 是啊 当时 当时我们就很多人 我们很多人 你要说这个东西 它有没有影响 这个影响就是带歪 就是盲目崇拜 盲目崇拜就已经输了 没问题 没错 对吧 然后现在取而代之的是什么 现在谁愿意看电视 电视打开是什么 熊出墨 熊出墨 那个又是各种 我觉得现在的动画片根本没质量 你是怎么讨论动画片干啥 动画片有质量的国曼能回本吗 我就问你国曼牛逼的没有吗 国曼现在很牛逼能回本吗 你知道画一期国曼要多钱吗 有几个现代国曼能回本的 对啊 如果说大家追求的是这些效应 那我们国内的有质量的评计越来越少 那没有前头 哥们 你不讲钱可以 我们可以 你问有没有理想 各个有理想 各个坚持国曼 你包括下面这个赛雷 他画这漫画 难道没理想吗 年年搭钱谁受得了 有几个能打动的 所以我觉得我可以看得到客观来说 就是我们现在的发展不怎么样 我们现在的发展不起来 不是发展不起来的问题 你要知道在那个年代 你说好莱坞片横扫国内的票房 包括大家当中耳无目染的这些什么空中英雄 什么尼古拉斯凯奇 那个年代 他横扫票房的时候 他在里面有没有意识形态的输出 咱们不说好与坏的问题 他是狂扫市场 为啥我们没有啊 可以可以理解 我知道 可以理解吧 好现在我们我们有这个能力了 然后呢又不让你输出 谁不让你输出 美国不让你输出了吗 美国反正是你家不让你输出 为啥呀 是啊 好那你是不是好奇在这 为啥你家不让你输出 对对没问题 可以狗咬 好可以狗咬你 你不能咬狗 简单吧 那狗跟人是谁定义的呢 我只是举个例子 就是你 他可以 他可以给你夹带丝画文化输出 你不用夹带丝画去文化输出他们 比如说我们会支持 包括我们 我们家都会支持输出出去的东西 比如像李子熙 这种田野相间 这种 这个咱们中国很很古老的 比如说烹饪文化呀 里面说 这个是支持你输出的 你明白吧 这个是有官方 官方可以可以可以给你站个队 我觉得你这东西可以 那种像美国一样 他拍的东西 挟带死我 比如说个人英雄主义 不得不承认吧 经常喜欢拍的东西 就是啥呢 屌丝逆袭 对不对 一个屌丝 比如说像那个蜘蛛侠一样 屌丝 上学的时候 巴不得都被霸凌 然后帮咬他一下 直接逆袭 这种东西 不单是给我们做文化输出 他给本国人 他也在做文化输出 你不用看 你现在是送披萨的 对 American Dream 就是你在那 不用看你 这种东西是我们不屑的 这种东西是我们的理念不屑的 这种东西是我们的理念不屑的 我知道 九年英雄教育 大家都在说 美国文化输出 最典型的就是个人英雄主义 七七八八 这些都不用跟我说 那我就问奥本海默这部电影 他人家很 现在照样很少 整个奥斯卡 奥斯卡本身就是一个 我知道 你承不承认奥本海默 这个片就是屌吧 不是 我没看 甚至我给你没看 当我看了封评 当我看评论 我连看到没看 为啥 因为奥斯卡本身 他就是一个定义 你要符合他的定义模式 你要符合他的意识形态 奥斯卡金像奖 要有他的意识形态 你拍个彩虹的片 两个英勇的骑士 最后亲嘴 才符合他的定义 好好好 没问题 明白吧 我现在不说奥斯卡 我也不说 以这个评奖为标准 来判断电影 就我从个人的感官来看 我觉得中华文化很厉害 可是我不无法从电影中 感受到这种强大 但是我就能 就能从 人家外国人拍的电影里 感觉到 人家文化确实有东西 人家 也不是仅仅反映 人家文化的东西 反映的是人类的精华 人类的精华 比如说 你拿一个片 举例 我说两句吧 兄弟 我问一下 那个巴比 巴比他的精华在什么地方 人类的精华在什么地方 你别跟我说巴比 这那的 我现在再讲奥本海默好吧 你要讲巴比也可以 巴比这种片 人家拍的有创新吗 人家讲 虽然讲到了性别 讲到了女性 你不要一上来 就跟我搞女权什么 我也不喜欢这些东西 那人家 人家体材就新鲜 国内有没有 国内有没有拍过这种片 不是大哥 你在急什么 我就问了你一句话 然后你光光在那边 光光 我不急 我不急 我现在问你的问题是 首先电影是一个商业行为 这个没有毛病吗 那不止啊 电影也是一个艺术品啊 电影 人家有人家的那个 社会成果啊 那然后拍出来光光饿死 这就是电影导演 所有的目的就是拍出来 我得饿死 拍出来一定饿死 那是市场的问题 不是制作者的 那你觉得现在是市场有问题 还是电影这个 电影这个制作本身有问题 我们国内的电影制作 就是很有问题啊 我觉得发展 那为什么票房能做得高呢 票房能做得高 人家愿意看 我们国内愿意看 你们拿到世界上再去比一下呢 不是 不是 现在世界影史 你去看一下世界影史的票房排行榜 国内有几部呢 你要跟我讲票房是吧 对 我跟你讲票房 我就跟你讲票房 你现在去拿世界影史来看啊 你现在去搜啊 票房 票房前十 国内有几部呢 那国内现在年年年年年票房冠军都是国内的电影 我们国内的票房就是这样 你去放世界上看一下呢 国内GDP怎么算的 国内GDP是不是只算 只算在在我们本土发生的金额啊 这些确实算到我们GDP了 那我们国民生产总值呢 啊 世界世界的票房怎么算呢 来您您继续解释一下 我觉得你这个观点特别有意思 来你继续说 你来解释 你来解释 你继续往来解释 你刚刚跟我强调 你刚刚跟我强调 电影的性质是为了获利 是为了商业本身 我我我没有说不对 那不就行了吗 这个是有有道理的 然后啊 现在现在国内的电影 我觉得大多数依靠的都是我们本土的啊 票房贡献 再放到国际上基本没有 就是基本没有 你找一部片 你说给我听一下 在世界上有票房有多少 的确是中国电影本来这个产业 在你说在你说国外电影的时候 如果把中国本土的票房刨掉 它是排多少 你算过吗 照样很高 非常高 非常高 比如澳门海默 对 你去搜吧 非常高 没事你接着说 对 所以人家通过这个电影就能得到商业利益 人家也得到商业利益 但是并且很有深度 很有思想文化 我不知道它加带了多少文化输出 我能感受到的就是 我从这部片子里得到了很多思考 仅此而已 我觉得对我的人生有帮助 仅此而已 我没有认同老美 认同怎么样 我觉得对我很有帮助 但是我觉得我看国内电影就浪费时间 现在的电影 现在大多数的商业片我不愿意走进电影院给他付钱 完事了 你再说的 你再说的完全是 你再说的是完全是两个层面 国内电影 你说的是商业片 到美国你说的是商业片吗 那你找一部国内不是商业片的吗 我非常爱看电影 你给我推荐两部呗 我最近看了三大队 三大队我看了 我觉得很不怎么样 我觉得三大队看完 就是整个流水线的小学生叙事模式 并且三大队的原型是网易的小说还是哪个文章 我觉得看完那个文章很录了 那个电影 对 那个电影好像就是跟着小说的路线给我翻拍了一遍 我干嘛要去电影院花那个钱 我觉得看文章已经很够了 我觉得他的电影拍的非常糟糕 人家叫三大队 人家小说叫这名人 然后按照小说拍不对 那应该怎么拍 不是不对 我觉得他拍的不好 电影需要什么 需要画面 需要配乐 需要导演在那个拍摄的方式 有一定的思想逻辑 他这个就流水线 从这个地方到了那个地方 到了那个地方 最后一个个人消失了 又来了 结束了 没了 这个三大队我正是八景看 我跟你讲的不太一样 那你的感受是什么呢 我的感受是他整个故事穿插 他现在挺有意思 尤其是到最后 谜底揭开 他那老师是怎么没的 他的坚持到底对还是不对 引我深思 有一些东西看起来 你当时在坚持东西 不见得是你以为 我觉得我是先看了电影 你要这么说漫威 我看漫画就够了 漫画其实比漫威 比漫威要那种 好多了 当年第一部钢铁侠出来的时候 在这之前 有哪个国家能派出那么牛逼的特效吧 有没有吧 你要再聊特效了吗 我是去看特效的呀 是的呀 你要去看特效的话 那你在说这东西的时候 那就不合理 不合理在哪 刚才刚说完 1897年 美国第一部在酒吧里面 拍火车撞向大家的 这部影片上的时候 我们在干嘛 我们的第一部电影是什么时候 我理解啊 对啊 我当然理解 所以我知道我们电影 刷展的时间晚起步慢 所以你别混淆这个概念 你是在讨论剧本 就是构思 讨论剧情 构思的够不够缜密 你还是在讨论剧本 那说说三体吧 三体我认可 我觉得三体那电视剧 我也看了呀 我觉得拍得很好 这是为数不多 很精良的精良的电视剧 刚刚前面就打说到这 然后给停掉了 那我问一下流浪地球 为什么不给拍片呢 流浪地球美国 为什么不给拍片 他不给拍片 那关我啥事 所以我告诉你们 人家不让我们 不是我们的电影走不出去 你得知道流浪流浪地球 刚刚流浪地球上市上映的时候 在美国只有几十家电影院放 放的时候上座率就拉到第一了 直接给禁掉了 这个事你知道吗 这个事我不知道 不知道可以去看一下好吗 我现在听说了 16000多家电影院上排片了 就上了几十个 上完以后没多久全给下了 然后光光在那边批评 我们出不出得去 出不去是由我们决定的吗 这一部这一部片呢 这个我现在问的是你 我们现在 你现在等于又是在这个概念 就是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 一个叫外国 一个叫中国 然后呢 中国的片子是要抗衡全 所有外国 所有的片子加起来 全部都要打得过 并且在人家有限制 我们的情况下 我们在不公平的情况下 然后你要开始拿一个 不公平的市场来对比 我现在就问你 流浪地球为什么给下了 来回答问题 16000家电影院 为什么排片只有几十家 上座率在第一的情况下 注意在商业价值的上座率 是第一的情况下 这不用问我 我直接跟你 直接跟你说 我也不要偏袒什么玩意儿 这是人家就防住文化输出呗 那不就好了吗 那人家既然都防住文化输出 那我现在问你的问题 前面的问题 你刚问了好多问题 我先慢慢回答 好那OK 你刚刚说 我把整个整体就分为了中国和外国 然后再讲电影 人家怎么样怎么样 传到我们这怎么样 我们的影片传不出去 就拿这一点来说 我就不是这个思想 我刚刚没有讲 往这个方面讲 我一直在讲的是电影的发展 我们现在国内的电影 发展到什么程度 我前面在跟你聊的是票房 发展是你跟大头鹰说的 你前面在跟我说票房 我现在就在跟你说票房 请问 我不用跟你扯 我就问的是流浪地球 为什么不给上呢 你说了 我已经说了呀 那很简单的问题 我们的电影出不去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对呀 别人的电影进不来 别人的电影进不来 也是这个原因 怎么进不来了 请问澳本海默国内上映了吗 我问你漫威有多少电影 没进来吧 不是我现在问的是 澳本海默国内有没有上映 有上映啊 咋的啦 你说的八笔国内有没有上映 有上映啊 咋的啦 那OK 那为什么票房 干不过国内的电影呢 那国外的电影有多 那我们是不是也没有 我们OK 我再来给你科普一个概念 你去看一下美国电影 有多少中国电影吗 也很多呀 不是啊 澳本海默票房 为什么干不过 同时的中国电影 我来咨询你一下 美国上了什么中国电影 在那个美国是大卖的 你举一个例子给我听一下嘛 嗯 你别给进言了 我没进过啊 不是我进的 我现在 我现在 我现在问你的是 美国有哪个中国电影 是在那边大卖过的 排片给排过的 有吗 呃 少年派的奇幻票流算不算吗 没有 怎么 有排片吗 少年派的奇幻票流 你去看一下排片多少吧 然后呢 啊 然后呢 就你就举来举去举一个 然后继续呢 继续举啊 不是啊 我我干嘛要在这里 拿一个举 那我们这里漫威 漫威的时候 早先时候拍的好的片子在这上 咱们票房不是一样很高吗 你理解我的意思啊 我说的 少年派的奇幻票流 活着霸王别姬 都是什么年代的电影啊 请问 我现在跟我说一个奥本 你流浪的时候 为什么 为什么在新时代中国电影起来了以后 电影就是出不去呢 你看下新时代电影什么质量 你再跟我说吧 我现在就问你流浪地球 为什么不给拍片呢 你说原因了 那我们现在这边也敬他们电影 他们在我们这卖不好 请问原因是什么 你刚刚讲到现在跟我举完那么多例子 也就讲了一个流浪地球 你再跟我讲两个别的呢 剩下的根本连出去的机会 任何一个任何一个在美国主流 是什么电影吗 比如说我认为还非常不错的 我给你举个例子 就刚才咱们说烈日作星 烈日作星我没看过 但我觉得这电影也不错 是不错 我没看过 修修的铁拳 修修的铁拳搞笑片早的 美国也不给拍 都不给拍啊 夏洛特烦恼 这些都得是啥 美国部分AMC 有咱家哥们的 股份的能给上 没有咱家哥们统统不给上 不给你拍票房 对人家很强硬 人家觉得稍微 只要是中国出去的都不给上 然后我们就上奥本海默 给上芭比是吧 对啊 然后呢 我们比人家宽容是吗 说明我们比他们开放很多 但人家 你找一部能跟奥本海默抗衡的电影 现在你有没有电影 在你心里面这部片封神了 你没人能跟他 没人能跟他看好 不是 不是我评价的封神啊 是国际 国际公认的封神啊 国际又是哪个国的技啊 你又在讨论奥斯卡吗 我不用讨论奥斯卡 我认为小蝌蚪找妈妈玩 玩虐奥本海默 小蝌蚪找妈妈玩玩 我其实上麦聊天之前 我经常在这个主播 听主播聊聊这些玩意儿 我觉得他讲的很多美国的国情 纠正很多人 给很多人 帮很多人洗 把脑洗回来 这件事情很正常 可是我在讲到电影发展的时候 我在讲我们中华文化 能有那么多精华 那么多思想 拍不成电影 拍成了不让你上 哥们 你在那喊啥呢 刚才跟你说那么半天 流浪地球不是拍成了 他不让你上 除了流浪地球呢 我告诉你 两部电影都是去年的 不不不 流浪地球都是什么时候 我告诉你 我们很不一样 我们很不一样 说到民间的接受程度 英文你我都会说两句 而老外中文你问他 会不会说两句 不会 这就是一个区别 老外的艳人 我们都会看 我们大概都会什么样 我们小时候就知道 而他们看我们的电影 说白了 不是这种 以未来科幻为题材 他根本看不懂 三国赤壁 你问他能看懂吗 我不需要老外 来来 你这个时候谈不需要 哥们 你这就叫滚刀 我出不去的时候 你说人家强硬 然后我出得去的东西 我真正好的东西 你跟我说你不需要 你先说服我 再说服我 你自己在不停滚刀 反复横跳 怎么说服你啊 我们现在讲的是 到底是讲规则还是讲什么 讲规则 我好的东西 你不让我出 讲文化 我出的东西 你看不懂 你先说好的东西吧 那我们就只说好的东西 我就说 近五年 近五年中国好的电影 到底有多少部 有哪些 有哪些吧 我刚才念的都挺好 我看过的都不错 我觉得 好吧 那我们 我只能说我们对电影的 好 我这么跟 我这么跟 比如夏洛特返岛 这部电视 你总看过吧 看过了 看过了 这个看过了 夏洛特返岛 这部片 你问翻译成英文版的 老外能不能看懂我们 属于我们那个时代 我记得没错的话 夏洛特返岛好像是翻拍 国外的电影 你去搜一下 是不是有一次 对 你要说翻拍的话 那什么 我不是药神 那什么 那什么 那把七糟的 全是翻拍的 是吧 盗版和翻拍 永远都不是一回事 明白吧 那你要这么说 三国演义跟日本有啥关系 那三国制 日本三国制题材少吗 对吧 不是 我说日本翻拍我们 日本翻拍我们三国演义 人家用的是我们三国演义 这些典故怎么七七八八 我刚刚说夏洛特烦恼 人家翻拍的是别人已经拍过的电影 改编的是已经拍过的电影 已经有的成果 人家可能买的是人家版 翻拍和版权拿回来改编 完全不是一回事 不是一回事是吧 不是一回事 完全不是一回事 那我只能说 我们对这一点 他的看法还是有差别 那你看 那你别说有差别了 那你比如说你说翻拍的哪部电视剧 他也回去了 也听纳英唱歌了 他也选择做第二首几轮 那我不是说翻拍 就是把英文拍成中文 那你是说 你是在讨论说 有没有出现过类似的剧情吗 类似剧情绝对有 那你如果这么说 哥们人家都玩一百年的时候 你才开始玩 那人家拍过东西 通通都是他们的 我们不能再拍了 对吧 人类的文字 人类的语言 到今天已经有 我已经不知道有多少年了 但是还能有新鲜的文章 永远找不到创新的东西 创新就是这么来的 所有科技发明 也一直在创新 那文字更好 你又跳了一个领域 文字的组合能有多少 你又跳了一个领域 创新 你刚才讲的是文化价值观输出 我们最开始谈的是 夹带丝祸 文化价值观输出 玩的年份 以及他们的游戏规则 为什么不让我们出去 现在又开始了 聊上创新了 任何一个话题都不得出结论 就按照你想的来 哥们 你太着急的一点 就是在当前话题 没得出结论 直接横跳到下一个话题 让大家觉得你横滚刀 不得不承认 你是看过一些电影的 你对电影有见解 我觉得也是非常合理的 你对电影上面 你有更高的期待 更多要求 甚至我认为都是合理的 但你要知道 我们玩的是什么游戏规则 这是第一点非常重要的 就是说 如果我给你举个非常简单例子 我们是流浪地球的制作方 我们的片本来是有机会走向国际 结果到美国就啪 给我掐脖了 我最后只能依赖国内的票房市场 去给我抬高我这个票房 甚至我没有拍下一次的勇气了 没在美国上映 有没有在其他国家上映 那实际上也不是只有中国和美国 那你跟我说在哪个国家上映 不是我鬼道 欧洲很多国家都上映了 你去搜一下吧 我看 应该英国有上映一段时间 反正我看到了 咱先别说上映多长时间 英国多少人 欧洲加起有多少人 俄罗斯上映没 你要说比人多 不是那你票房很重要 哥们你刚我上映了 就代表外国都支持你 印度人现在比中国多 印度你去看《流浪地球》上映没有 印度人有多少人能进电影院呢 哥们 你千万别往横向跳 你不懂的领域里面 印度人上电影院 还有兴师要求的 你懂吗 那就是说美国市场非常大 美国北美的市场 我可以这么告诉你 作为他们很多电影的发源地 包括海莱坞的发源地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 兵家必争之地 理解 你这话讲的我理解了 然后呢 就说这个规则呢 在美国其实 电影这个行业 人家美国就是领头养老大 现在我们遵循这个规则 也拍出了一个好的 你遵循他规则 你排不上 你不遵循他规则 你奥斯卡评不上 你纵观历史 有没有国人拿奥斯卡的 我问你 你怎么懂电影 怎么懂电影 成龙啊 成龙拿奥斯卡 还有没有 那是一个时代的 李安导演 李安导演 他拍的片 老外能不能看懂 能啊 他现在拍几个片 我有的片 国内都没有 我都不敢说 能不能说在这个 所以说这就问题来了 那个片 刚好符合他的口味了 刚好符合谁的口味 奥斯卡的口味 就是说能获奖的好片 可能就是刚好符合 他们口味的片 对啊 因为你得符合人家的要求 你得符合人家的价值观 我跟你说个最简单的道理 如果我们今天拍了一个片 你别管制作也好 特技也罢 或者是整个故事架构 如果我们今天拍了一个片 这个片 大概剧情上来讲 就是我们 我们团结 团结一新 我们创造各种东西 我们成为世界最强 就像流浪地球里面的 这个东西 到最后 紧急关头 还得依仗我们的 这些东西的时候 他就不让你上 他就不让你上了 我就限制你 为啥你违反我 我是老大 你拍什么 你是老大呀 人家是很霸道 并且 你刚刚讲的那些巧合 就是说 符合人家胃口的 就能拿奖 我就想问 现在 现在我们只有一部 流浪地球 还有多少部 其他的电影呢 现在 我告诉你 流浪地球 它不是一部电影 它是一次事件 是一次事件 是吧 是一次你尝试 我们用高额资本 用特技 跟他一样 投入大资本 去制作 然后你看 能不能跟你玩 他这种打压程度 下次没人敢玩了 他是个什么投资 你玩完了以后 我这么投资 哥们 你到你那不让播了 你家播到我这行 我家播到你那不干 那我就少挣了好多钱 国外市场 我没了呀 没有 不一定 不一定 影片 一定需要靠大成本 来得奖的 你知道 你知道奥本海默的 那个导演 人家处女座 才花多少钱吗 根本没花多少钱 人家是学生的时候 就拍了一部 你是来跟我论 四两拨千金吗 对呀 没错 我们也可以做得到 但我们有那个实力 有那个能力 做到吗 好 有啊 疯狂的赛车 疯狂的石头 好篇 好篇 新花路放 都好篇 都是小成本 都是小成本 对呀 可是这种小成本的短剧 也反映不出来 反映不出来什么 就没有足够的含金量 搞笑 我也爱看 怎么叫没有足够含金量了 哥们 咱俩就拿新花路放来说吧 有没有含金量 有啊 亲情 亲情友情中间的跳换 有没有含金量 你告诉我什么叫含金量 你拿一个类似的片 你给我比一下 横跳一下 我听听了 当年新花路放是几几年 我现在找 当年新花路放是几年 你找吧 你几年上映的 这篇我足够熟 我都能背下的剧情 来你说吧 哪一年上映的吗 你查吧 新花路放 没看忘了 我找新花路放 2014年9月30日 我来收一下 2014年奥斯卡得奖的影片 可以 我还冰山上的莱克尔呢 包括高山下花环 2014年奥斯卡获奖电影 地心引力 那人家制作投入量 确实是不一样的 反应的 反应的 不是 你怎么又跳了 刚才没说小成本吗 前面不说小成本吗 你给我唠地心引力了 哥们 我 什么 我是跟你说 你咋不给我唠地心引力了 你这不又跳了吗 刚才不说好小成本的吗 这是小成本呀 你小成本 地心引力花多钱呢 我跟你流海揪秃了 老弟 人家就有这部电影存在 我没说 那你 我现在说的 你现在是不是说小成本 你别跳我 你上个话题 是不是说小成本啊 我跟你举的例子 不是小成本吗 对啊 对吧 新花路况小成本呢 你在跳啥 那你一跟我说 地心引力 这个制作 你有病吗 哥们 不是呀 你别急呀 你别滚蹈 说小成本 我要说2014年的小成本 我也没话跟你说 我没说 新花路况不好 人家小成本拍的电影 优秀就因素了呗 我也爱看 你要不要听听 你在这个话之前 两分钟之前 咱俩说的啥 说的啥 人家澳本海默处女作 小成本拍的也很好啊 我说国内的小成本制作 也可以拍的很好啊 然后我说了 新花路况 然后你跟我说 地心引力 人家成本制作 哥们 你是咋 你是咋 变动 奔了半天 你顿片了 你顿片了吗 哎 我已经不知道 我们说实话 我确实有点忘记掉 我们到底在讨论什么 怎么CPU过热了 不是 我们这个战线 有点扯的太长 你再跟我重生一下 现在想让我改变的思想是什么 我想让你 我想让你有一个客观的思想 包括直播间的人 都有客观的思想 拍摄手法 叙事风格 以及很多电影上面长镜头 以及什么各类的玩法 国外确实玩的早 有很多东西也确实值得学习 比如说这个长镜头 对不对 包括新花路况当中 一个非常著名的 黄博在机场接电话 长镜头4分29秒 不切近 全程在此 对吧 这个都是很 这个都是国外先起的头 起的头 我们去拍这个东西 只能代表 对你的致敬 不代表你引领我 明白吧 我也是引领 我知道呀 所以说 所以说 这些都是优秀的电影 你既然让我说啥 你就让我说完结论 好的 你便忙着 你便忙着老王里插话 好像 好像你自己很懂一样 哥们 你电影看的多与少 和你对电影上面的认知 不见得是一个正比 你电影看的多 不代表你认知就高 甚至你愿意看 外国电影看的多 有没有那种 我跟你说 有没有那种电影 大家看完了以后 与网络上的风评 我们说这电影非常差 这个问题 那个问题 然后你看完了以后 你没觉得怎么样的电影 我告诉你 实际上我都有 很多 有没有那种 至于吗 到网络上说的这个份 我看完以后 我没有这方面感想 有的 因为每个人的理解问题 方式是不一样的 但是我们跳过客观情况来讲 整个电影市场 一 我们的发展时间 是有限的 我们为什么 在不断的在拍当下的 就是说现代片 或者是古代片 在未来领域尝试很少 为什么 因为我们如果拍的话 就不免会拍出像流浪地球一样的题材 未来东西 我可以这么说 很多跟国外拍的好莱坞片 是很多大同的 对吧 对于外星人 入侵 什么这些文化 这些东西 是大同的 一 要怕遭骂 二 要怕人说 说你抄袭 三 你还得符合人家的价值观 你真的有不信邪的流浪地球 都拿出来拍了 票房也大卖的时候 他就下你 他就陷你 就这么简单 对吧 这个问题就是已经 已经切实发生过了 实际上等于什么 也给你上了一课 他跟他这个行为 跟现华为不让进去 是一个道理 好 我听懂了 你听懂了吧 这是第一点 从从规则上面 你他能玩你的 你他能进你这玩 你不能去他那玩 理解 第二点 文化输出的问题 多这么多年来 我们对老美的电影里面的 个人英雄主义 是属于完全清楚的 甚至我说 有一些电影 当你开局的时候 你看这个人有多落魄 你应该能想象到 未来他有 他有多多风光 对吧 你今天有多凄凉 未来你就有多辉煌 你就像蜘蛛侠一样 你是大概猜得到剧情 这是他的一种标准的 就是标准的拍片方式 我们很多人习惯了这种方式 而我们去讲的这些电影 能不能说一个屌丝 突然间变成啥 只有爽剧那么拍 爽剧甚至现在 当今时代上面 叫都是属于啥呢 有一种感觉 就是一种讽刺的感觉 是纯扯淡的那种片 那为什么你在看外国片 你不觉得他纯扯淡呢 这就是他早先 他比你先拍出这个东西 先到你家了以后 对你产生的一种文化输出 他拍即合理 空难飞机落下来 他不死都合理 你这边后空翻躲个子弹 那就是属于完全扯淡了 不可能 你能躲得开子弹吗 他空难飞机 掉到拉斯维加斯马路上 他不死合理 第二点 就是说人家 派人家这些玩意儿 规则 第一点 第一点讲 第一点讲的是客观的 国际规则 你好 我不让你出 你差片出不来 好的掐你头 差的不让出 第二点 规则 他先进来的东西 你是默认的是先入为主 明白吧 先入为主 他拍东西合理 你拍东西你就觉得别扭 我说明天国内出了一个时尚大牌 在巴黎时装周上面展示了 甚至它的价格可以卖到跟哭泣一样 你能想象得出来什么样吗 甚至你此时此刻已经把词都想好了 存扯淡 狗茶鸡 就整一场事 你肯定是这种 好 这是这就是他们的他给你带来的东西 第三点 我已经听到了 第三点 从内容输出 从内容输出 电影上面国内有国内电影的内容 国外有国外电影的内容 他们的内容是全世界人都能看懂的 为啥 近代史 200年以内的事 美国拍过印第安人 印第安人如何用计谋去扎一头大奔相吗 别着急 这一点 他有一个我最近看的 最近看的一部美国的电视剧一样的 就是叫做约翰·亚当斯 约翰·亚当斯是美国第二任总统 然后这部影片讲的是关于约翰·亚当斯 那个时候就是独立战争那段时间的历史 人家也很客观的讲了 他们对印第安人的态度 那部影片里就是有 对咱们不讨论 咱们不讨论问题 我只是说 他最远只能拍到印第安人了 行啊可以啊 对吧 那我们的秦始皇咋拍 就是拍了 我们的风神榜咋拍 我知道 你就说这种 我们带有中国特色 中国历史 你的东西别人看不懂 他不结束 不是不是结束 他看不懂 看不懂 他看不懂 他不懂那个历史背景 我比如说 这次的这个新的风神榜 看了吧 看了 风神榜拿出来 你觉得拍怎么样 对吧 我也很期待 老外能看懂吗 我看过很多 就抖音都有 就抖音的那个外国人 看完以后评价很高 评价也很高 你只能说看得很局限 我再给你举个例子 长安十二时辰 作为电视剧来讲 其实这个就是美剧级别的了 就你看那种美剧 是吧 你看过吧 你觉得质量怎么样 制作非常精良 老外看不懂 完全没选 也不像他们看的 我觉得 什么叫不良人 对 对吧 看不懂 这就代表了啥 为什么我们能看懂 他的东西 他看不懂我们的东西 因为我们这个历史太长 是他的二十倍 五千年 是二百五十年的二十倍 所以说他能看懂 我们片里面的百分之五 可以这么理解 所以说你的东西 符不符合人家的胃口 这时候就来了 臭豆腐符不符合 老外的胃口 臭豆腐香不香香 他符不符合老外的胃口 不符合 所以是什么 是他享受不了你这个玩意儿 不是你的东西 不被人家接受 他享受不了你这个玩意儿 虽然说这个话有点偏向 对吧 但你能理解我说的意思吗 我们真正 你也觉得好的 我也觉得好的东西 他吃不明白 他不懂 那好了 规则上来讲 大层面上来讲 规则你拿到国外去 他说让你上就上 他说 他看你要威胁到他的地位 他就不让你上 他说掐你就掐你 完了 从时间上来讲 他先拍的这个东西 他定义是对 个人英雄主义就没问题 我们拍个人英雄主义 你们心里莫莫其妙 一种酸酸的感觉 绝对不太合理 就像我刚才举的大牌的道理 好 第三点 我们的历史拍摄的东西 好 这三个决定因素摆在这 你问我国内 为什么拍不出好电影 国内拍的电影 和你说的那种好电影 本就不在一个平行时空 好 我听完了 对吧 你说吧 哥 你现在讲完了三点 我再复述一遍 首先第一 规则是人家制定的 并且人家利用这个规则 针对我们 对吧 这是你讲的第一点 然后你讲的第二点是 先讲第三点 就是你讲的第三点是 我们的内容是有很多 具有我们的特色 我们能自己懂的 他人家不一定懂 看得懂 对吧 这是第三点 然后第二点 你还讲了一个什么 我们的历史 我们的底蕴的东西 对好 这三点我都听完 我都觉得你讲的有道理 然后我要重新再讲一遍 我的观点 我不是重阳没外 不是说人家电影就是拍的好 我们电影就是拍的不好 你刚刚也讲到了 很多优秀的影片 比如现在的三体 比如现在的长安十二时辰 这些制作都非常精良 所以我们是美好的 可是现在的比例 我就在说我们电影行业 现在出这些好电影的比例 大王别姬 我知道了 我知道你要讲什么了 就是说你在美国也感受过人家电影里面烂片非常非常多 首先我问你 好莱坞电影一共有多少种类你知道吗 不知道 除了漫威的 知道文艺类和纪实类和音乐类的好莱坞片吗 看过吗 看过 知道好莱坞一年报备要报备多少部影片吗 非常多 你在国内可以随便打开电影的地方 一会儿新上个鬼吹灯之黄皮子坟 一会儿之飘飘女巫打开以后 人家量大以后 然后他们的量也一样很大 懂懂懂懂了 对吧 他们的量一样很大 而且你在说的 有些片是美剧吗 不是啊 有些片是美国拍的吗 不是啊 你现在如果单纯离美国片出了一比一这么换的话 你实际上真拿纸上写的话 我告诉你 没多少 你跟国内同量级的比其实没多少 但是很怕你刚才赛雷跟你说的一点 很怕你说什么 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 中国和外国 英国拍的也算美国那边的 加拿大拍的也算美国那边的 那你就没得比了 你没得比 你论人口也不对 全是地球上这么多人 我们就十四亿人 你论人口也不对啊 你比如说好莱坞一个宝莱坞多少篇啊 不过我觉得 你刚刚讲到 我把外国把英国什么篇可能也算到美国去了 那这点我肯定是不承认的 因为人家美国怎么说发展的多 我在说这句话的时候 我前面说了俩字 说你别 你别把英剧也算到美剧行列里面去 你单独只论美国独立制作的电影 对吧 你是单独只论美国独立制作电影 好片有没有 我不是说他没有好片 有好片 烂片一样很多 完了这边有人给你补充了 澳本海默男主是英国人 是英国人咋的了 不是美国人不是美国自己人票房吗 我替你说的 你肯定是这个态度嘛 他说英国人 你到时候你没话说 我直接帮你说了 好谢谢 好可以 今天讲这么多 我觉得我也不用那么激进 我也没有那么激进 我知道 我有文化自信 你讲到的 我们中国人拍出来 不是我提的 不是我提的 你可能触发什么敏感字了吧